看这个类似也没觉得很熟悉 你猜一下是什么车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钥匙 能猜得到吗 还有这一款 中控的一个操作面板 大家应该可以知道 这是什么一个车型 所以这台车呢 只能说是非常豪华的一款车型 那我们拿进去镜头 了解一下这台车 它到底怎么样 大家根据这个外观 应该知道了 这是一台奔驰的S级 那这台是什么样一个型号呢 S580 八杆的一个发动机 那这台车到底有什么亮点呢 我们拿进去镜头看一下 这台车具体是什么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看这个外观 力标就知道 这个奔驰它不便宜 那这台车的整个一个车的 一个宽度呢 接近77啊 整个的一个高度呢 也接近60啊 那我们看它整个车厂呢 是相当长 那这个车厂呢 是有超过208的 当然这个轴距呢 也达到精人的126.6 超长的一个轴距 对于这台车来讲的话呢 确实能对着其他 顶级豪华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看一下这台车 它的一个发动机动力总成 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是老规矩先看一下 这个发动机一个动力总成的一个情况 那这台呢 它是属于V8的一个发动机 32气门的 还有48伏清魂 所以这台车怎么讲呢 动力相当6 那它的一个分子的一个马力有496 那分子的扭矩呢 也是也有516 配合分子独有的9AT的一个变速箱 其实给这台车带来的不仅是动力上的一个提升 而是更多的是舒适方面的一个提升 虽然它整个发动机舱排列的满满旦旦 但是我可以看得到 它在上那方面呢 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功夫 所以怎么看它呢 我觉得还是能够代表比较顶尖的一个水平 像改款后这些奔驰都是采用影像式的这个门把 影像式门把有个好处就是外观特别好看 看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整个一个操作面板 这种扶手的一个面板 其实做工还是非常一个精良的 那这边那个氛围的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一台车 我们先进来看一下它类似到底怎么样 我们先启动一下 首先先启动 我们先看它整个一个新版的一个车机系统 这一块也是属于触屏的一个部分 那这边呢是改成有实体按揭的部分 所以有实体按揭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操作起来是更方便的 那这边还有一个指纹识别什么的 所以它这台配置该有的也都有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仪表盘的一个部分 也是独立的一块屏 我觉得这种分屏的一个设计呢 才是最符合我们这个驾驶的一个驾驶习惯的 当然音响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呢 是柏林支声音响 那这个一个音响的一个音质呢 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台车呢 也是有带这种电信门的 该有的也都有 包括这个悬架一些部分呢 都可以主动适应的 所以这台车整体开起来给我们感觉是真的 在垃圾的路况 它都能开出如履平地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在整个一个驾驶位的一个空间去看这台车呢 整体上我觉得它一个空间还是很舒适的 包括整个天窗的一个开合方式呢 都是用手动触摸的一个方式去做这个开合的 所以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 所以怎么讲呢 这台车自己开开在路上绝对是很舒服的 奔驰自己开也是不错的 那我把位置调好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后排的空间它到底怎么样 这后排的空间只能说真的 我腿部空间大家都也可见的这么宽 一二三四四个春头的一个距离啊 那头部空间至少有一个两个半的一个春头空间的一个距离 那后排呢相对而言也配备了这些座椅加热制的 但是前排会更舒服一点 因为前排它是有座椅按摩的 所以这台车我们如果是四个人出行的话 那真的是极致般的一个享受 我如果把这个扶手一放下来 是吧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把手扶在这边 靠着这个柔软的这个头枕 真的 在上面睡一觉 我都不愿意被打扰 所以整个后排的空间呢 也是优化的相当相当好 毕竟奔驰这款车主打的是出行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储物空间到底够不够 毕竟车场有208有余 这个储物空间肯定是非常非常够的 我们还是老规矩 我们先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备胎 看到了没有 没看到备胎吧 大家有看到备胎吗 我是没看到备胎 哈哈 那也没备胎都没关系 所以它这台的一个储物空间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宽阔的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如果是我一个人坐进去呢 我感觉晒下我 毕竟小车不能跟SUV去对比吧 所以怎么评价这台车呢 那这台车最大的一个亮点是空间非常非常的舒适 在这个级别里面 当然 宝马的7系也是有跟它去对比的时候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预算都做到了这样子 奔驰的S级奔驰的S580 我觉得会更适合一点 当然奥迪的A8L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个人感觉整个一个来讲奔驰的S级带立标的 性价比才是最高的 你对于这台车有什么想法 我们在直播间在评论区慢慢聊这台车 希望你有车有乐趣